今天我收到了两块 因为超频超坏的硬盘 一块是480的 另块是1TB的 我相信经历过这一次事情以后 这名网友他对超频这件事情会毕生难忘 可能有的网友会有疑问了 超频怎么可能还会导致硬盘损坏吗 我先大致说明一下吧 记得我在十多年前玩超频的时候 确实超坏了不少机械硬盘 当年我们用的还是那种一排针脚的ID硬盘 当年的主机超频超的是外频 因为坏的多了 后面通过经验的总结 再到论坛这些地方查资料才发现 超外频他会把硬盘光驱这些总线 也一起同步超频才会导致损坏的 好像有单独固定频率的方法 降低总线频率啥的 具体吗我忘了 以前玩超频一般是推荐坤腾的硬盘 听说不容易损坏 虽然说现在超频比以前安全的多 但也要做足功课才可以 千万不要手滑去点那个100兆的外频 现在的CPU一般都是超背频的 外频最多也就拉个一两兆 起不到什么性能提升效果的 不过据说英特它又能超外频了 还不影响外围设备 但我还是不建议小白去调整一个参数 动了轻则不开机 重则会导致外围硬件 像网卡硬盘还有USB这些设备损坏的 如果你只是想体验一下乐趣 可以用官方提供的超频工具 像英特的XTU AMD的Ryzen Master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大多数需求了 这名网友听别人说 不超PBO2就是两个CPU 这是什么意思吗 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按我自己的理解 可能就是当事人觉得软件超频 远远不能达到他心里想要的结果 于是就进到BOSS界面 一顿操作猛如虎 看到能调高的地方都调一下 遇到不开机 大不了就重置一下主板电池 折腾一番以后 发现开机这两块盘彻底不识别了 经过检查才发现 两块硬盘一起坏掉了 如果只是坏了其中一块 那可能是意外 但两块在同一时刻一起损坏的 只能想到是超频导致的 毕竟我也是过来人 这两块是红蓝CP盘 咱们先看这一块红色的 红色的这一块我已经猜出来了 这是一个9082主控的方案 两个供电芯片可以看到 已经完全炸掉了 右边这一个都变成灰了 并且主板后面还烧出了一个洞 当时可能是由于这个频率过高 主控功耗增加 超出了这一块盘最大的承受能力 因为不堪重负 电源芯片选择了自我牺牲 来保护后面的芯片 咱们先把这两个芯片拆掉吧 青创手术刚才我已经做完了 可以看到左边这个芯片也炸出了一个坑 那接下来是不是直接补一个电源芯片就可以了呢 别急啊 在补芯片之前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 它其他地方还有没有短路 其实我并不太喜欢直接用这个试波器去当万用表的 第一就是耗电量太大了 按我这个使用强度可能用个半天就没电了 平常的万用表一般两个月左右我才会换这个电池的 其次就是它的测量反应速度会比我平常使用的万用表慢那么一点点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这一颗好像短路了 这边正常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颗粒 颗粒的对地看起来还好 没记错的话 这一颗电感应该是给这一个主控供电的 我们先把主控拆下来看一下 其实这一个主控就像电脑的CPU 超频过猛的时候确实是会炸的 刚才在拆主控的时候还有一股弧味的 现在我们再来测量一遍 哎呀 还是短路的 我们来烧一下看看吧 希望不要是这两个颗粒短路 现在我这边接了一个衣服的电压上去 咱们来烧一下 上电直接0.8安 应该能看出来的 这里在发烫 前面这里好像也没其他元件了 后面啊 这里有一个红太阳 恰好 它对应的是一个保护隔离管 而且我摸上去确实有点温温的感觉 刚才我认真看了一下 这个保护隔离管上面这个顶盖直接炸开了 如果这样斜着看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那现在就简单了 我们继续把这个保护隔离管给摘除掉 保护隔离拆完 这个组织已经成功起来了 前面它这个主控我是不敢用了 咱们直接给它换一个全新的上来 顺便把电源转换芯片也给它补一下 刚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这个主控芯片还有这两个电源芯片给它补完了 烧掉的这两根腿是主供电的输入 它是由后面这个零欧电阻传进来的 因为前面的焊盘还有这里的零欧电阻也跟着一起烧掉了 原本的电路它是经过这个零欧电阻以后 就到达了下面这个保护隔离管 下面这个保护隔离管再输出给前面这两个供电芯片的 因为我这边使用的是飞线 所以就把电源转换芯片的输入直接搭到了这个电阻的身上 到目前为止手速进展还算顺利 我们现在给它通电看一下 OK分区识别出来了 目前病人的情况还算稳定 这个盘其实我已经修了大半天了 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我们继续来看这块朗科的蓝盘 硬盘这边我还没有拆过的 咱们直接来看一下电流有多少 上电电流最高是0.13 这个电流应该还没有完全正常工作的 咱们先拆开看一下里面具体是什么情况 这块盘里面用的是惠红的258XT主控方案 里面有三个颗粒组成了480G的容量 跟上一块情况差不多 也是这边的电源部分全部炸开了 另外这个外壳也有这个烧焦的痕迹 后面这个颗粒好像也是有烧过痕迹的 目前不知道这个颗粒是烧穿了 还是之前工厂留下的焊油 这块板子我就不打算直接修了 因为我手上有现成的料板 258XT三个颗粒不知道默认的条件可不可以 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回头修这个主板吧 咱们先把这两个颗粒移植过来 硬盘上机以后只有灯在闪 我这边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咱们短接看看它的颗粒能不能读到 颗粒这边只识别出了1234 四个ID明显是不正常的 而且这第一个通道上面的 这一个ID识别还是错误的 这个并不是我没干好啊 而真的是它的颗粒彻底炸了 我们从热层下面可以看到 这两个颗粒它是在明显发烫的 这名颗粒是已经击穿短路了 后面这名机主他又跟我讲 硬盘当时在boss里面还是可以勉强读到这个型号的 所以他把机器拿到了一家电脑维修店去尝试维修 过了几天以后 这个硬盘就彻底炸了 至于中途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他还跟我讲 这两块硬盘如果只能抢救其中一块的话 那他就要考虑要不要这一份资料了 我怎么觉得这单子有点悬了 还是先让他冷静思考一下吧 如果资料到时候真的不要了 我也就损失几天时间还有料板而已 这个本我还是赔得起的 这一次的事故基本上可以判定为 因为没有提前预习超频的注意事项 才导致硬盘在超频过程中发生了爆炸 最终造成一死一伤的惨案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进行超频作业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阅读说明以及注意事项 当然老鸟除外 超频的时候最好把数据盘拔下来 只留一块亮机盘 万一哪一天不小心硬盘像这名老哥一样抄炸了 恰好硬盘里面又有重要资料的 记得来找我就可以了 我会非常热情的款待他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